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聽說這個是陰謀 李宗盛 是不是陰謀也算了 我覺得現在在這些問題上 其實很多人都比較熱衷表態 我對這個問題有些比較另類的意見 不過我覺得今天大家聽這個節目 第一件事就會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究竟聖經裏沒有犯同性戀 但還沒講這個之前 你可不可以講講 譬如美國他們去反對這些同性戀的問題 其實基本上是否用聖經作為一個 理論上的基礎 或者反對絕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完全是 這個就是當在美國方面 或者其實在國際性和普遍性的現象是一樣的 包括香港的矯明官寫就是 他們認為聖經的價值 能夠可以應用在全世界一個所有的 不同文化、不同地位、不同時間 包括法律上的價值 這就是他們想達到的目的 而他們每次的論文 都是引用聖經話神創造的 亞當夏威、一男一女之旅 或者其他聖經話 同男不可行 此事的經文 所以之前 譬如教祖奇名官寫 就嘗試拿中國傳統來爭拗 就說中國其實以前都是一男一女 因為他們就叫做 如果用聖經來跟大眾爭拗的時候 其實是你一個個人 一個個別的宗教 和一個廣泛的社會 其實我們不是宗教人士的時候 我無須要去跟從你 甚至未必聽你 無須要聽你 不過剛才你說的應該很快插嘴 就很選擇性你看看什麼中國歷史 就是 你要選擇你需要的東西 就有大量證據支持 如果你選擇說支持同性戀 就有大量證據支持同性戀 特別是你看明朝的末年 跟性戀的風氣相當之厲害 尤其是其中一個在自己群之裏 如果你看看中國歷史裡面 很多帝王其實都是雙性的 是bisexual 當然這個你可以用很多的角度去看 究竟是人的本性 還是社會的風氣驅使 還是其他原因 但你去論證支持 或者否定同性戀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實際上不需要跟歷史出發 今天的人想要做什麼 其實這個是今天人決定 這不是歷史要決定 今天人要做什麼 即是一個建構的過程 是的 講一下剛才你說的問題 譬如你在香港這個情況來說 實際上這一類類似明光社 這類宗教團體 它對日常的這些 譬如同性戀的朋友 它是不是真的產生了一些壓力 在哪方面 那個麗拉伯一陣子 大家會不會看到 在地鐵站上 譬如陳志遠 這個萬必 他在地鐵站上 有些人這樣羞辱他 其實這一類事情 這些宗教團體 是否會起到一些作用 或者是一些效果 我想兩者的關係 反而不是那麼大 即是你看回美國 或者香港 香港普遍性的 即是就算是基督徒 或者非基督徒 其實大家都很接受到 即是那種 即是 我自己不是 即是有些人說 我自己不是同性戀員 但是身邊的朋友 是 很多都是 即是已經覺得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就不會說 好像地鐵那樣去辱馬 那些同性戀員 那種冠軍已經是藍絲 或者是 政治背景 政治背景 裡面一個反同的一個權力核心 以及去推動的一個角色 應該比較多 但是那個我想 亦都對一些 譬如說 信奉基督教的朋友 他不當不少產生的壓力 因為你回教會的時候 你懂 其實 這是兩樣東西 街邊 如果說你去罵一個 同性戀的人 我想這個社會 是不接受的 大家都會反感 但是你回到教會 以我自己的觀察 其實很多同性戀的人 是感受到的那種壓力 因為沒有被接受到 這個壓力就非常嚴重 因為基督教本身 即是教會本身的制度 就是你相信牧者和聖經的文字 所說的東西 而很多信徒真的不會去思考 當中的東西 即是他自己本身是否適合 或者是否和社會有衝突 或者和他自己的良心 或者他自己的價值觀 他們不會深切去思考 就因為他們給了牧者所教導 或者聖經的經文去凌駕於他們的一切 所以你所說的壓力本身是 存在的程度其實是非常之大 變成他們就算在教會的同性戀者 或者非同性戀者也好 他們都需要一個統一的口徑 即是情況是非常之嚴重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主流教會的既定立場 但我想問你另一個屬於怪論的問題 因為我最近看到美國在印第安娜 印大阿拉州 或者好像加州都有 還有一個就是大麻教會 是的 是的 那如此類推可以成立一個同性戀者的教會 專門為同性戀者 有的 譬如美國有同性戀者教會 譬如聖公會裏面有些分支會接受同性戀者 台灣也有專門為同性戀者的教會 甚至去到魔門教 因為魔門教是反同性戀者 但記住魔門教是可以一夫多妻的 早年 後來就修改了 他們也有自己的同性戀的教會組織 我想教會也要與時並進 譬如說天主教 對於一個被人的問題 糾纏多年 你始終都要面對現在這個問題 對於我們這個節目的觀眾來說 必然是問到 在聖經裏面 你是不是找到一些支持 或者反對同性戀的章節 未講這個之前 事實上就牽涉了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就是《識經》的問題 《識經》 《看聖經》 固然在很久以前 就不是人人都可以解釋聖經的 看也不行 如果你說解釋 當然你有文字的能力 閱讀文字的能力 但這個在以前不是的 大部分都是文盲 意思是 解釋聖經的權力 就注入教會裏面 這個當然是必然指是當年的 所謂Roman Catholic 即是羅馬斷書教 但即使如此 在教會裏面 也只有部分人 有《識經》的權力 因為在教會裏面 也不是人懂字 這個《識經》的權力 首先 如果我們在哲學層面 我們問 我們是否用聖經裏面 每一個字 每一句 我們都用它 一個字面的意思 去解釋 英文就是literal meaning 當然這個不可能 原因很簡單 因為譬如說 你說創世紀 如果你現在說 去用一個字面的解法 我想就相當之難 和科學並存 另一個例子就是啟示錄 你不可以用文字去解釋 它裏面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由聖經日一集合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這個 不是用字面去解釋這個 這個做法 因為《識經》的時候 也都估計原作者 不是要求你用字面去解釋 特別剛才提到啟示錄的問題 這個造成一個困難 究竟是哪一個章節 你是用這個字面去解釋 哪一個章節用這個比喻的解釋 或者甚至用一個所謂神秘學的解釋 所謂天啟的解釋 這個教會一直對這件事 有沒有一個固定的立場 一個統一的立場 教會在靈異和字面《識經》的立場 就是非常簡單 當文字可讀的可以召解的經文 就用文字《識經》 當去到一些神怪的 出現一些譬如獸、啟示錄 簡單來說是超自然 超自然的現象 當他們無法詮釋的經文 就會用靈異《識經》 剛才你說的闖細的東西 其實他們依然保持用文字《識經》 文字《識經》 他們認為那些是真實的 即是上帝是用七日時間創造這個 創造論 所以全部都是以文字《識經》 那你如果把這些宇宙大爆炸 或者這些地球的歷史 他們反對這些是錯的 很難在現代社會生存 這件事 在美國其實尤其是南部 一直在教育界之後 一直不斷墊爭 就是對於究竟學校 應該教 可不可以創造論 還是教進法論的爭拗 我想特別是針對所謂大爾文的進法論 對 人是否由一種近致人緣的動物進法出來 還有這個地球年輕論 四千零四年 對於很多保守基督徒 今天依然相信地球年輕論 如果你有這些不妨介紹一下我認識一下 我又想聽一下他們怎樣去自願 你認識這些人 你認識這些人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始終有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如果是《識經》 還是字面 我們要回到原文那裏 我們不是在英文那裏 原文是怎樣解釋 這個又構成了另一個閱讀的困難 但事實上在信徒裏面 其實不太多識原文 這個也是我為何會花這麼長時間 寫這篇文章的內容 就是其實《同志神學》 我都觀察了很多年輕 我年紀不小 但他們都是停留 跟主流教會的那種對話 那種爭拗 依然停留在 在那些總共有十五處 聖經裡面 認為是引用來支持 反同聖經的經文裡面 他們都是爭拗著 希臘文的原文究竟的解釋 是的 但是就是在這個環境 記得聽清楚 不是爭論著英文的解釋 是爭論著希臘文的解釋 還有希伯來文 有一個文章的解釋 因為英文就是原文 變成在二十年來都是沒有出路 因為他們依然都是在聖經裡面原文 即是《同志神學》堅持這個字 而正統的主流教會堅持這個意思 我覺得如果 可不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就是抽離 將究竟聖經這十五處 講述反同聖經的經文 其實背後 我們可不可以用當時 其實近東神話 秘學 或者早期基督教的一些不同支派 他們怎樣去理解這些經文 而從一個更加撩陷的方法去看這些經文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景象呢 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意 但是如果你撇開那個經文 本身其實有兩個大的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當時在那個地方 近東或者甚至以色列的地方 這個同性戀的風俗應該幾成 是沒錯 我估計是 由加南時代一直到希臘時代也是 其二就是 反同聖戀的人都會開心 因為反同聖戀的人不知幾度教 有些更加嚴重的 是啦是啦 會教的要斬頭 到頸 甚至於這個達達喇嘛 在我記得 我可能說錯了 如果我錯大家查清楚 都是間接聽下來 就是說美國其實有一些 同性戀的組織要求他去 所謂支持一下 但是他說他出於 教義上的立場 他不可能去支持這件事 我相信 就是每一個宗教 他對於性的問題 有一個相當之強的立場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基督教 他在美國 他仍然有一個相當之大的政治的能量 這就導致法律上 不得不形成一個很強大的壓力 這次美國法院的判決 我相信也都支持的法官 也都要頂受一個相當之大的中間壓力 你看到就是不比勢 所以那個拉據 事實上我覺得都還未完 如果你說希臘文的問題 希臘文其實具體的字句 究竟牽涉什麼字呢 所謂支持 否定同性戀的話 他要逐一段去每個故事說 譬如在所多馬裡面 他的爭拗就是 我伊甸裡面也有說的 就是那個形式的字 究竟是解在同性戀行為 就是解在認識 但我用那個方法去找回 究竟這些故事的背後 還有會不會在猶太的詩經裡面 其實根本整個故事的內容 不是在說這件事 還有引用阿當夏娃的神話背後 究竟阿當夏娃這兩個人 那個神話的原型是什麼 我會從這方面去接受 但如果你說說所多馬 那以我理解 其實現在是有人覺得 真的有這個地方 是嗎 所多馬這個地方 其實升級下股就找不到這個地方 反而在 舊月有一本經典 就曾經提及過所多馬這個地方 證明所多馬其實 不是遠古的時代 而反而是猶太國 依然存在的一個國家 只不過是拿了那個名字 然後去創作這個所多馬故事出來 那如果你說創作 實際上這個故事是哪裏來的 所多馬的故事 創世紀 我之前不是創世紀 即是說大佑聖經 但它應該不會 原本不是猶太人的故事 它是猶太人故事 講說所多馬故事 有一個非常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說滅所多馬的時候 是由天上的耶和華和地上的耶和華 同時去降火 在《光輝之書》就詮釋說 當然如果你自面看 如果你不認識卡巴拉 你自面看耶和華 那就是耶和華 《光輝之書》就會解釋 其實天上的耶和華和地上的耶和華 只是一些死亡天使 他想毀滅這個所多馬 其實很可能這個故事的原版 所指的天上耶和華和地上的耶和華 它本身是說天上的耶和華和地上的耶和華 如果中的字拙回 那就合理了 天上有耶和華和地上的耶和華 實際上是兩派人的角力 然後這兩派人就換開它 就變成單日的耶和華 就真的懲罰它 但它依然的經文是寫 天上有一個的耶和華 就等夠石頭給地上的耶和華 這個是很怪異 顯示根本 難道有兩個耶和華存在嗎 但如果那個字原本是在說 有兩個耶和華在進行一些滅世工程 但如果我們用一個雙話角度看 其實我們在聖經中 有找到同性戀的例子嗎 有 大衛和約拿丹 他就說我愛你的愛情 是多過我愛婦人的那種情感 那如果是反對同性戀的人 就怎樣解釋這段 就說只是一個比喻 那時候不合適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了比喻 這個就不是字面的意思 這個就真的是cherry-picking 這個就按你自己的需要去解釋釋經 但是如果這個同性戀的原像 在意識的國家本身 即是古代的聖經 是不是應該都找到比較充分的證據 說回十二支派裡的利美 即是以色列人進駐了加南 有十一個當時的以色列支派 其實利美就是原本加南 他們本身已經在的一個派別 他們的祭司本身 我要跟著讀一讀 一個很重要的卡巴拉的一個 關於希伯羅的一個字母 祭司的名字 或者說當時加南的文化傳統 有一個妙記的希伯羅的文叫做Kadashah 神聖的神聖叫做Kadosh 其實只差兩個字母 他的字根是同一模一樣的 而包括祭司Kadashah 亦都是用同一個字 即是當時這個文字的起源的時候 剛才說的妙記、祭司、神聖 以及藍洪性戀的行為 都是用希伯羅的紙巾 即是說這個字元發展的時候 這幾樣東西都是同一個相關 怎樣解釋呢 就是當時早期加南的 加南的宗教整個系統 就進入了在第一聖殿裡面 因為當時第一聖殿的儀式二年 他們因為比較是一些低下階層 而且不懂文字 所以他們倚賴了利美祭司 即是利美祭司的古代加南的儀式 或者他們的文字的技巧 當時我重構的相信 就是為何他們相信當時的祭司 如果你要分別為聖 去成聖的時候 古代是一種聖婚的儀式 即是覺得 譬如 男同聖戀之類的行為也好 或者有些就是男女之類的行為也好 是靠著這種聖 而被皇帝或者祭司去授權 所以 我估計這個也不止基督教 可能其他宗教也有 我懷疑 其實宗教的祭司 譬如說他去享受這些權利的時候 這個不限於男人或者女人 沒錯 所以變成這個Kadosh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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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萊的紙巾 用不同的紙巾 去表達同樣的東西 就是來自這個原因 我估計 正如我們以前都說過 其實搞這些東西 這些這樣的性行為 應該在廟裏裏裏裏裏裏 是 沒錯 所以跟我們現在設想廟的廟 做法有頗大的落差 很頗大的距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當時的人 在文字上會不會很全面記錄過這些 祭司那種性的行為 反而最近考古發現了應該是公元前九 正十世紀的一個圖片 即是那些圖詞片 圖詞片順巾 就畫了古代皇上和一個女際師 要進行性婚 而得到授權 經典來說就是 沒有可能存在的 因為這個西亞王就將這些古代的文獻 全部去修改和去毀滅 譬如說基督徒最經常去引用的 利美紀十八章二十二節和二十章十三節 不可與男人俱合像與女人一樣 者本是可真互的 即是說如果男和男去進行一個行為 就要罪歸他們身上 要把他們自死 剛剛有個美國牧師都說 如果美國有男同性戀者結婚的話 就要用石碑扔死他們 即是言用這樣的說法 即他們的思考是保留著聖經的文字 為什麼利美紀當然是經過約西亞王修改的手筆 會要特別記載這件事呢 很明顯就是當時阿倫祭司和利美祭司的權力鬥爭的時候 當利美祭司有什麼重要的儀式行為 他就會特別記錄在利美紀上 就是說這些行為不准去進行 包括同性戀行為 為什麼 例如利美紀有說過 如果你陰郎或者陰境受傷 就不能進入聖殿 也都說這個進行 這個藍和藍的人不可以進行 為什麼這樣呢 就因為當時有些利美祭司是閹人 也都有一些會靠著這個性行為 去傳達授權或者知識 那就是當他要改革 即中央集權改革的時候 就是將一些本身在做古代儀式的事 寫為不可以去做 哦 OK 寫過利美紀的由來 這個不是太難去理解 但我想反問就是 對家有沒有自己都做了呢 其實 哪一邊 即是反對他一邊寫下來 其實他自己都不會間中做這些事 哦 這個就是 約西亞王本身 他是一個很難 即今年的父權的 一個思想很強烈的人 還有他是其中一個 對於以色列的一神論去追捧 追捧之一神 強化他 以及去消滅一些其他原本 第一聖殿的其他神使的敬拜 那他有沒有做 我就不知道 無從稽考 OK 這一節完結之前 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剛才我們講的 譬如涉及到男性的同性戀行為 事實上你在希臘的古代 希臘那些 在陶瓷上的會長 見到 見到 即是你只能見到的行為 本身 所以就無傷大色驚小怪 好了 我們第一節完 第二節就回來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